行人过马路 走到一半发现自己闯红灯赶紧回头 结果让执行的女骑士反应不及直接撞了上去 新美式的永和区在昨天下午四点多 发生了这样的惊险意外 疑似因为红绿灯秒差 行人误派以为自己是绿灯 结果整个人当场被撞飞 即使与行人应声撞上 女子整个人弹起重重摔在地上 鞋子还飞了出去 女骑士也连人带车侧返倒地 脚还被机车压住 骑士超级错愕 呆坐在地上 被撞的女子第一时间赶快爬起来上前关心 车祸当下有拖吊车刚好经过 警察立即下车大喊不要乱动 行人走在斑马线上 却哀撞事发地点在新北市中和路与永珍路口 5号下午就在这个路口 号制灯变换的秒差空档时间 小绿人还没有亮起 女子疑似误判时间差闯了红灯 她发现时赶紧转身回头 没想到反倒念过 女骑士来不及反应直直撞上 马路可以的擦干了吧 别来来不及踩 其实我们真的是 就是提心跳感 因为我们是怕那个行人 突然间一下就冲出来 一个掉头动作 让女骑士措手不及 两个人都摔伤 索性没有大碍自行就医 警方不得不提醒 马路如虎口 不管行人还是骑士都要注意 再注意 记者王商周中霖新北报道